好,这里呢,我们接着来继续这样子的一个绘制 继续这样子的绘制 进入的绘制 那么我们把这个,这里呢,我们把这个 边缘稍微做一些处理 我们把边缘稍微做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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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的问题呢,是整个的画面看上去比较花啊 比较花,是因为这个反光比较多 反光比较多 所以说呢,整个画面就看上去呢 相对来说会花一些 反光比较多 那么实际上呢,随着我们对刻画的一个深入的一个 刻画的如果越深入的呢 那么其实整个这种花的状态呢 其实就会越减弱啊,越减弱 但是呢,这个就要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时间啊 整个的一个时间控制 整个的一个时间是否能够在这个时间内进行一个完善 但是现在呢,整个大的色彩关系啊 基本是正确的 整个它的色彩关系基本是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很明确的 对,我们的色彩晶片 都是有点什么的 的秘密的 但是平民准备这个 这种的需要给你 分别更多的 开放 别再加进一些 最新的时它很合得 我们这种做得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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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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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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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